《神经》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很感谢神 我们在这里研读神话语的同时 你不只是可以看到 以利亚的生命来服侍神 你也看见以利亚的软弱 你更要看见软弱的以利亚 他仍然得着神的帮助 而你跟我 也跟他一样蒙受神的喜悦 因此你要知道 神联系你 神爱你 祂要陪你走过生命中的高山低谷 愿你与祂同行 得胜有余 祝福你 阿们 那天在那里里在哪里面之时 他说 我为耶和华冠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对他说 你回去 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到了那里 就要告哈薛作亚兰王 又告您室的孙子耶和做以色列王 并告亚伯米和拉人 杀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 接续你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 必被耶和所杀 躲避耶和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 遇见杀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 自己赶着第十二对 以利亚到他那里去 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以利沙就离开牛 跑到以利亚那里 说 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 然后我便跟随你 以利亚对他说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 载了一对牛 用套牛的器具 煮肉给民吃 随后就起身 跟随以利亚服侍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继续来看到 以利亚在一个非常得胜的 侍奉之后 她遇到了极大的软弱 她在这个软弱当中 她选择了用她的方式 来做了一些的决定 那么她做了什么呢 就如同你在昨天所看到的 经文一样 那么以利亚就逃离了 她的现场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接续下来会看到 十一节耶尔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候耶尔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 就有如同你看到底下的 有崩山碎石 他说耶尔华不在风中 有丰厚的地震 耶尔华不在其中 十二节 地震后有火 耶尔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看见以利亚 她好像带着疲惫的身躯 然后躲往 她想躲去的地方的时候 逃避着耶喜别的追杀 可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爱以利亚 你会看见 以利亚生命里面 曾经透过 她要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 烧灭祭坛上一切的祭物 并烧干沟里的水 来证明耶尔华神与她同在 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因为神用以利亚听得懂的话 来跟以利亚说话 当以利亚在回答神的时候 神有没有说话呢 神只有告诉她说 你来看我 然后就在这一切 大自然的变化里面 神没有说一句的话 但是以利亚却完全听得懂 因为当时以利亚 透过神的火从天而降 透过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 神奇妙的作为 来见证 来经历 知道神与她同在 今天神仍然用同样的方式 用这一切的崩山碎石 和裂风道做 也在这一切的地震后的火 来向以利亚告诉她说 我在当中 我与你同在 我向你说话 弟兄姐妹 当我们今天来看到这内容的时候 13节 以利亚就在这里面 以利亚就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因为她本来在洞里面 她就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她说 说什么呢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14节的回答 跟昨天的以利亚的回答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内容 跟第10节的回答 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她说 因为我为耶尔华万君之神发热心 然后众人背叛你 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我还被追杀 这是以利亚的回答 可是你会看到 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神的提问 以利亚回答 神在提问 神说话 你会发觉 第12节之后 当这一切大自然的现象 发生完之后 13节 以利亚就从洞里面走出来 她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好像听懂什么 其实神知道 她一定能够明白 因为这一切大自然的现象 以利亚知道 神透过这一切 向她来说话 接下来神就再次的向她显出 她对以利亚的托付 从15节开始 她有三个任务 第一个 去告哈薛做亚兰王 第二个 要告您寺的孙子耶护 做以色列王 第三个 你要交棒咯 要告亚伯米荷拉人 撒法的儿子 以利沙 做先知 接续你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当以利亚从洞里面走出来之后 你会发觉 神才给她说话 难道神不能够在更早之前跟她说话吗 难道神不能够在以利亚逃命的时候跟她说话吗 为什么要她躲在洞中的时候 这时候才跟她说话 你知道神其实爱你 神真的爱你 祂不要你过度的承担 祂知道你的极限 祂让以利亚在这逃命的过程当中 祂没有说任何的话 祂就只有拆派天使 祂就去陪伴她 然后在以利亚可以听见 安静心 知道神接纳她的声音之后 她走出洞来 神才告诉她 我在18节里面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神知道以利亚 这时候可以听见她说话 也求神祝福你 你可以放下你生命中的坚持 然后安静下来 神祂一直在向你说话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看到神对以利亚的带领和奇妙的作为 你就会知道神疼惜以利亚 神也疼惜你 神知道你的刚强 神也知道你的软弱 因此你要有信心 知道当你愿意安静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神的力量在你的身上 神的陪伴也在你的生命中 并且在你这时候 神对你说话 你会听得见 求神帮助我们 可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继续再看到 接下来第十九节 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 她走去哪里呢 前面神已经说了 在第十五节的地方 耶和华对她说 你回去 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那么神透过这个过程 当以利亚回去 或者在十九节 以利亚离开她 然后离开那里就走了 她要去哪里 她要重新面对她的事工 她要重新面对她的托付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这个情况 跟前面有什么差别 前面耶喜别在追杀她的时候 跟现在耶喜别也没有放弃追杀她 前面她觉得 她只有一个人孤立无援 这时候她也是感觉 她是孤立无援的 对吗 但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经过了前面的崩山碎石 经过了地震和地震后的火 她听懂 她再次的感受到 神爱她 对她说话 神用你可以明白的话 再对你说话 你要安静心下来 你就可以听见神对你说话 接下来 当她回去的时候 她就去 第一个先回到了 以利亚 以利沙的生命当中 然后让以利沙 亲身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 她把她的外袍 就外衣搭在她的身上 以利沙是明白的 以利沙正赶着牛 接下来她就宰了一对牛 而且用套牛的器具 来煮肉给民吃 为什么不是煮肉给自己 或者是一些人 而是给民吃呢 其实以利沙在做的事 有几件很重要的事 以利沙她明白神的呼召 所以她不只是自己回应神 她也让众人知道她回应神 并且她杀了那一对牛 又杀了那在神面前 她工作套牛的器具 这是她的决心 这也是她的决志 也是因为她明白神的带领 弟兄姐妹 更有趣的是 她随后起身跟随以利沙 并且服侍她 你会发现 不是指神 她服侍以利沙 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 在一个光景里面 然后我们会觉得 有人可能我的权柄 或者谁做不好 所以我想要说 我以后做得好的时候 我要证明我做得更好 或者有价值 弟兄姐妹 不管你现在在任何的光景里 我都要呼召 也呼吁邀请你 你要先起来 对你的权柄 和你生命当中 神所呼召 案例的仆人 你应当先敬重他 尊重 并且服侍他 在神的面前 你要知道 你如果企图要用你的能力 来见证你自己 那么你其实已经走到了一条 分别善恶树上的道路 你要用你的生命 见证你顺服神 然后见证你在顺服神的前提里面 你去爱神的仆人 接下来 你就会每一步走 你都不会错 你不会企图用能力来证明你自己 那么接下来 你带着门徒呢 他们就会看到你的生命 也会学习你的样式 这是一个传承的生命 求神帮助你 你的眼光一定要正确 要看到神的作为 不要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 这就好像我曾经尾身在一对夫妇底下 一起配搭服侍做牧者 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知道 他带着敬拜 常常拍子不准 然后让我觉得很不容易跟上 我这时候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我也可以跟别人讨论我的牧者 我也可以跟别人讨论我的权柄 这个不行 那个不好 可是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当他每一次在敬拜的时候 我就跪在台前 我在第一排的座位 我就跪下来 从头到尾 为整场敬拜祷告和守望 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 这一点都不困难 只要你愿意 因为你知道 你现在的决定 就是你未来的道路和你的事丰 求神祝福你 我们一起来学习经历神 我们来祷告 阿爸我要谢谢你爱我们 你让我们都成为你宝贵的孩子 你珍惜我们 你不让那难当的重担在我们身上 你按着我们的步伐和声量 将工作量给我们 我要谢谢你 你也帮助我们 按着你所量给我们的权柄 和我们的环境 主你让我们来回应你 回应真理 而不是看着环境 来回应环境 来成为一个跟随你的孩子 谢谢你爱我们 祝福我们每一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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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